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5日 星期日 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些 消息傳出來 說港元有機會被取代 被人民幣取代 其實我們sherge 港幣被人民幣取代 這些新聞 其實10年前已經有了 一直以來都有人吹噓這件事 但是越來越 法國 其實大陸方面基本上 不可以失去這件事 不可以失去這個港幣的國際地位 或者是獨立的港幣的國際地位 但是由於這個中共對香港的打壓 我們覺得他有機會 會不會做出一些 對自己傷害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 畢竟 拈死香港的金融中心 對中國的傷害一點也不小 但是 可以說這個政權 不是以經濟去作一個考慮的出發點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整個 中美局勢看 美國以往特朗普的政策就是以美國的利益擺在地 所以 有些部分的事情 他寧願不做 他也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 但是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這些典型的左膠 典型的白左 白人左膠 他們 很多時候 他們未必會 百分百將利益擺在第一位 他們甚至為了他們那種理念 是會損害美國的經濟 黑命貴就是其中一樣 加稅也是一個損害美國經濟 放寬移民進去 也是一個經濟 性別平等 氣候變化 全部都是在損害美國經濟的東西 但是他們會照做 因為他們認為理念大於一切 所以 中共其實 嚴格來說是最怕這件事的 因為不是跟你說錢 不是跟你說利益 是跟你說理念 中共最怕 跟你說理念的人 因為你沒有辦法用錢去打動 因為他寧願損害自己 也要造成這件事 你看看氣候協定 拜登竟然說 美國減排50% 我看到網上一篇文章 美國人如果要 減排50% 減少盡成肉類90% 才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美國 當然這個是不是呢 我也沒有詳細看過這篇文章 但是 現在你看得出 以往的特朗普希望他是以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 現在的拜登不是以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是把他們的理念凌駕於美國利益 從很多 件事開始看得出的 就是他們那種左膠 例如加州 他們竟然是 覺得 搶一千元 不是一個犯罪 或者叫你放過他 不要告他 不是一個嚴重罪客 這件事是對一個地方的安全構成很大的威脅 當個個都是搶一千元以下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地方還需要管治 加稅也是 加稅你猜真的可以收到多的稅嗎 只會令到有錢得走 只會令到避稅 情況越來越嚴重 只會收少了稅 但是他們這班左膠就不是 跟你說利益 他們實際利益有 他們只會 計較個人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的 當然 犧牲到國家的利益 成就個人的利益 如果 對付中共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他們一定會做 當然 如果 他們是 得到個人利益 損害國家利益 但是對中共有益的事 可能他們也會做 這就是一個危險的情況 我們這節 其實就是看到 早幾天 網上有一篇 文章被人 再拿出來翻炒 我們看到IK寶又再重提 我們覺得很有意思 想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一個 中港協定 港元即將被取締 其實這個鐵文是Facebook的一個專業 一個叫 Primer Fittas Fittas 一個是一個 Facebook的專業 不是很多人like 只有700多人like 他就在2月4日已經發文 還有連結 好像 是一篇新聞來的 但是政府當然出來 否認 也沒有任何其他 官方去報導這件事 最後看得回 原來是一個騙局 我們簡單的跟大家說說 他就說 由於中港協定 港元即將被取締 那麼 那麼 大家一卡進去這個新聞連結的時候 就不是的 就變成另一個廣告 就是 財經新聞 介紹即將發行的中國數碼幣 以及交易 交易平台 查完之後 經過人家核查 這是一個虛假訊息 基本上是接近一個詐騙 但是這個網頁不僅沒有被Facebook刪除 因為是一個詐騙 那麼他說 這個信息說 中國央行正盡研發數字貨幣 簡稱為 DC或EP 央行數字貨幣 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 那麼 那麼 他們 就 搞那個叫中國數碼幣 其實就是想混淆市場 讓你以為他是一個國家的貨幣 另外也是 說到這個中港協定 港元即將被取締 叫你去買這隻貨幣 買這隻虛擬的數碼幣 那麼經過這樣 有人fetch了之後 Facebook也沒有刪除這個專業 沒有刪除他的專業 還在有得給他 很明顯就是Facebook收了錢 Facebook是充斥著大量的假新聞 還有大量的詐騙網站 賭博網站 賣貼士網站 Facebook 好像 好像收了別人的好處 不會刪除 我們反而罵了兩句 共產黨被人禁言 被人專業 我們被人殺了七個專業 升旗易得道殺了幾個 之前炮打司令部殺了幾個 總共加上七個 我們也不想搞到現在的Facebook 我們也不再搞專業 廢話事件 變成我們 有很多訊息 我們想表達 為甚麼我們可以做十節 就是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跟大家說 而Facebook不讓我們說 我們就在YouTube說 當然YouTube也不是暢所欲言 我們也被人禁止了兩次 上一次 其實是在2019年的11月 我們被人剪刪了一個月廣告 當時不讓我們賣廣告 是沒有零收入的 到了 今年的2月 我們被人停了七天 不讓我們上傳任何的 我們當然也受了很大的打擊 也沒有收入 到了今次 一停停了一個月 更嚴重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港元的問題 港幣 以往一直以來 大陸也很想 騙殺 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是為甚麼 我這個國家要給你多少個貨幣 你們香港人有特權 但是他現在才知道 港元的地位是十分之重要的 因為 港元 基本上是一種幫人民幣減輕壓力 也可以說是幫人民幣走出國際 但是 反過來 理想 未必人 就再敢遷就你 這就是文革時候的一句說話 樹肉靜 而風不適 你想停 很難 我們反過來看 現在的 新的局勢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拜登的問題 拜登政府 他可以為了一些很虛無飄渺的理念 例如氣候減排 全球暖化 大家想想 現在四月份 在英國 我們早一陣子出街還要下雪 四月份 你說全球暖化 批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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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為了一些虛無飄渺的理念 搞很多事情 搞很多大勞逢 洗一大筆錢 損害國家的利益 又要你人民 減少排放 然後那些全家拿左膠 又說你不要吃那麼多牛肉 因為吃牛扒 要養牛 養牛 牛放一塊屁就有很多 化碳排放 要吊你 你自己的標機 又坐私人飛機 多麼多排放啊 這些左膠是典型的混蛋 拜登這種傻屌 這種左膠會做出甚麼事 其實 他們有很多牌可以打 之前我們分析過 美國 基本上他給你掛聯繫匯率 給你港幣和美元掛鉤 他沒有任何好處 他要endorse你 但是他不掛給你掛 也對他沒有任何損傷 即是說 如果中共有甚麼舉動 即是拜登的話 他們那方面 因為 現在國內那種反共的情緒也挺高漲 但是在美國 如果 如果 美國 要動你人民幣 首先就要搞你港幣 你一搞港幣 會意味著甚麼呢 你人民幣 會逼著拿錢出來頂 拿甚麼錢呢 拿外匯 因為港幣 在香港那個 貨幣 銀行體系建議有十幾萬億 有 7萬多億的港幣 還有6萬多億的外匯 外幣 存款加上十幾萬億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當你 美金 如果不讓你港幣和港幣掛鉤的時候 在香港的港幣就會瘋了 那些外資 全部會瘋狂去換美金 因為覺得害怕 人民幣 大陸就被迫著拿到手上的 美金 拿出來頂 香港 這個美金也要拿出來頂 但是香港的美金是不夠頂的 那7萬多億的存款 港幣存款要變成美金的話 很嚴重 香港不單止不夠外匯 連大陸也不夠外匯 因為這些換外匯就不是炒外匯 可以孖展100倍 沒有的 你有多少就換多少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如果美國是要發動一場經濟戰 或者是貨幣戰爭的話 中國是一定頂不住的 因為只要 只要 港幣和美金一脫鉤 美金 在香港的外資 就會即時恐慌 香港的市民和外資恐慌 就可以推倒你整個中國的金融體系 因為你不夠 這個錢去頂的時候 就像是大時代 大家有沒有看到大時代 那一套 叫做方晉身 搞這個陳曼燕 他想來想去 不知道他哪一隻可以沽空的 原來每一隻都可以沽空 每一隻都可以沽空 他當時已經玩互控了 但是他用很少的股份 控制了 中共就是這樣 就是用很少的股份 控制了 控制著 這個局面 香港的功能組也是一樣 用很少數的人 就可以拿到你大部分的話語權 就像是AB股 他拿B股 你拿A股 你不能說事 香港 的情況 就是 一樣 如果香港的幾萬億的港幣 個個都恐慌性去換美金 而香港人 又會 沽股票 沽樓 個個都瘋狂去沽 沒有人 可以頂得住這個局面 所以 我不是說危言送聽 如果美國真的走一步 我覺得遲早是有一個風險 所以 拿著港幣資產 隨時會有一個很嚴重的風險 當時我認為 未必會那麼嚴重 就是計漏了這個風險 就是覺得 港幣的供應有限 始終會用完的 但是如果 你香港人 個個都 拿著的存款 或者是紅寶仔 都要換成美金的時候 這樣就很嚴重了 這樣 香港的外匯都不夠換 還要連大陸的外匯都不夠換 加上股市的錢 香港的股市已經到了 市值那麼大 那些人要沽港股 拿回美金 那條數 很賤金 然後還有外資要沽樓 市民又要繼續沽樓 錢踏下去 股匯市 股匯樓 一起崩潰 這個不是 危言送聽 不是一兩天的事 但是 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真的要視乎 這些左膠會怎麼去做 因為 你純粹用錢 以往拜登可以用錢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副總統 副總統當然可以出力貪污 又不是自己作主 必要事就不下台 但是 做了總統就不一樣了 一來不是他作主 下面很多人 在說事 我分享了一幅圖 網友Louis的一幅圖 一個扯線公仔 就是拜登 上面 就是一堆人 六七個人在那裡扯的 包括奧巴馬 包括佩洛西 波羅西 還有其他的 領袖 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 大家 要注意一點 港幣資產 隨時有機會面臨一個很嚴重的風險 當然是不是會即時崩潰呢 不是 但是那一下那個心理壓力 我想未必那個人能頂得住 甚至乎 很多時候 那個 防洩一衝破了 就不回來了 為了保住大家的資產 其實 真的 大家要 如果 有多餘的房子就應該要關掉 其實 嚴格來說 自住也是 家人死也不會賣 一定要住的話 這一節 我 先說到 接下來 如果再有 比較 準確一點的預測 我會再跟大家說 這一節只是一個討論 拜拜